我怎么还没有拿大脑冠 我怎么还没有拿冠军 这就是我目前最大的烦恼 那就请你们拭目以待 看看是不是促使我精神上的独立了 第二盘就是当我丢掉 就是第一个发球球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我专制力就是开始下降 然后呢那时候我可能就让一分 一分的就是让它去发声 我并没有找到一个很快的解决方法 我其实我今天暂停主要就是 换一下我的护腕 然后呢把我的头发整理一下 然后呢以一个全新的姿态 来面对第三盘 而今天这一场我更多的是 就是已经打它是有心得的 我也知道它的全路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今天如果做得更好一点 我觉得应该可以两盘吧 把它给打下去 就没有必要拖到第三盘 其实第三盘的时候 我也并不是打出我觉得很好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对于它就是我发挥出那样的水平 就是做好今天就已经足够了 其实你都知道发球是我的一大武器之一 就是当我发球状态好的时候 我拿下这一分会很快很简单 但是当我发球状态不好的时候 可能就正在艰难 然后需要拖到就是底线很多的对攻当中 然后也包括如果发二发 其实奥萨姆斯是一个抢攻二发很厉害的选手 然后呢就是促使了我必须要保证我的一发成功率 才能跟它进行一个对抗 然后呢发球也是我一直在进一步的一大环节 然后呢希望我今后可以把我的发球越来越好 然后呢可以减少双利吧 最大的烦恼就是 我怎么还没有拿大冷冠 我怎么还没有拿冠军 这就是我目前最大的烦恼 你能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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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